第四十八集 啊哈 青月學院居然聰明了 鋼太原聰明了聰明了 看著天網的消息有點驚訝 之前仲各種露罵黃圓的青月學院導師 居然不出聲了 也沒有提報復他的事 嘩 這樣啊 西門肥仔做得真厲害 青月學院不知道有什麼反應呢 鋼太原摸著下巴在想 西門肥仔去了掛牌 上面除了一些商品 還有貶低青月學院的話 希望青月學院的人不會吐血 望了望天色 鋼太原直接睡覺 等到明天天網解除禁言 他就可以開始他的上網行動 第二天 鋼太原神七那麼早就起了身 打開天網 這次他搞清楚版面的規則了 不會再被人禁言 交流版塊 只要不亂來 瘋狂打廣告 基本上不會被人禁言 其餘都是不理的 隨便你罵人還是什麼都沒事 唉 這個天網還是太年輕了 鋼太原歪了歪嘴 直接發貼 赤穴學院悟人子弟 導師安裝狗扯 學生苦不堪言 何虛何寵 咦 這個人還沒死 一群City強者震驚 嘩 那以神魔為名 遭受天網反誓 居然還沒死 這樣才過了三天 居然又走出來 這個人難道有寶物族名 我的寶物好多的 都在道場入B 江泰元回了一句 講完就不理了 亦不打廣告 點開交易版塊 黃元湯月露給了好評 江泰元又發了幾個帖 全部都是關於青月學院 唱衰青月學院的 隻字不提神魔道場 此人有問題 瘋狂抵毀青月學院 你究竟有什麼目的 青月學院的導師忍不住出來了 我只不過是說事實而已 你可以去看一下 有個地方公法名碼標價 質量高更便宜 哪裏像你們青月學院 死守著不給學生 每次進出學院沒有記覺 還要收費的 江泰元冷笑回應 青月學院好坑的 基本上到處都要收錢 報名要收錢 通過之後進入班級 還要收學費 然後是工法費用 然後導師還要收一道錢 學習武技也要收錢 學院宿舍 食堂也要收錢 基本上每一步都是要錢的 完全在剝削學生 如果這些錢全部拿來神魔道場買東西 至少可以買到先天級工法 神魔道場 我都在這裡看看 這個究竟有什麼店舖 幾個先天武者冷黑一聲 點入交易板塊找到神魔道場 神魔道場 神級工法 神級血脈 神級體質 專業出租強者 可激活血脈 可去練體質 血脈的單藥 暫時不支持天網交易 若有意者 請來青月森林邊緣 一里內的藥田 長主江泰園 哦 青月森林 我爹 這個就是拿了青月學院地契的那個地方 不少的強者都震驚了 難道青月學院的地契就是給了這個人 但是 但是這個人和青月學院的關係 好像很惡劣 青月學院怎麼會給他 而且 可以連接天網 最差都是先天武者 怎麼會是廢柴呢 咦 今天我就去看看 那裡有什麼神奇 這個道場裡面的商品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青月學院可以倒閉了 一位先天武者 心裡就想了 打算去看看 如果都是真的 什麼鬼是青月學院 都去死了 不止一位先天武者心動 如果是欺騙他們 不介意給江泰元一個教訓 如果是真的 機緣就到了 江泰元關了天網 看著系統發布的任務 自己一定要好好完成 全方位打擊青月學院 現在已經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就等著生意上門 不用多久 三名中年男子 聯絕而來 直接找到江泰元 其中一個人就問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什麽道場 我是場主江泰元 江泰元明明點頭 隨即腳步一踏 看似緩慢 他一步有十幾米 直接來到道場的門口 三位中年男子 同孔一叔 他們竟然都沒有捕捉到 江泰元的移動軌跡 如果誰在說江泰元是廢柴 他們絕對第一個不服 進了道場 三位中年男子震驚了 嘩 你一切都是真的 那些商品居然都存在 朋友 一切有價 偷偷摸摸是會受懲罰的 江泰元幼幼地說 三個人眉頭一走 其中一個人不好意思地一小 縮身向貨架的手 哈哈 在下蕭青鋒 見此寶物忍不住想確認下 江泰元笑而不語 亦都不撮穿他了 開始介紹商鋪商品 這個是工法區域 都是神級 血墨亦都是神級 體質亦都是 只要你們出得起錢 這些都是你們的 另外 這個工法可以給自親之人修煉 愛人就不行了 血物和體質有機率傳承下去 還有初級售後服務 加多五百元幣 選擇護法你三日 並指導你修煉神級工法 完美掌控神級血物和體質 三個人眉大眼 蛤? 這個還有售後服務? 長主啊 我想問一句 這個工法買了 只有我和自親可以修煉 其他人再買 不是也可以修煉嗎? 蕭青鋒揍著眉問 江泰元微微一小 好驕傲地說 哈哈 難怪你們沒有見識 只怪青月城太小 知道神級工法的特殊 神級工法 為什麼是神級工法 因為你買了之後 它會自動根據你的體質 血脈轉化成屬於你的神級工法 三個人都猛了 身為先天的他們 竟然有種聽不明白的感覺 即是說 你們三個都買了神級工法 雖然是一樣的名字 但內容卻有細微 而且明顯的差異 三位先天武者對望了眼 齊齊望向工法區域 我要神級工法 三位先天武者 購買了先天神武經 然後三觀就破碎了 這個世界究竟做什麼 我可能是生活在一個假的青月城 入了一個假的青月森林 三位先天武者 各自買了一本先天神武經 雜時就被元澳的經文震驚得不得了 立即轉化工法 感覺戰力倍增 這些都是真的 他們來這裡 就是為了驗證真假 三位 還要點什麼 三位先天武者神式激動 好想說一句 這裡的東西他們全部都想要 但是 狼中獸劫啊 有點羞愧地摸了摸袋 尷尬地望向江太元 我看過他 就不想要 江太元面色 瞬間就變了 一指道場門口 三位 歡迎下次光臨 努力賺錢 窮鬼 你還以為你三個人有錢 誰知道 神武經先天天邊 就將他們炸乾了 啊 狂鬼 三位先天母者一侄 内心居然产生不起一丝的怒气 如果换作以前 谁敢这样说他们 绝对用钱扔死他 给他看看自己多有钱 但是 这次他们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 比起这里的商品价格 他们真的很穷 本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点赞收藏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